万众瞩目的总决赛将在8月1日录制 而歌单也随之曝光 这次也将会是姐姐们的成团夜 而之前淘汰的姐姐们也将反场回归 让不少观众相当的兴奋 据悉 这次成团席位将增加到10个 而节目组这么做是为了不得罪粉丝 这次三位队长将合体演唱《三天三夜》 另外 郑秀妍组选择的曲目则是《赏得烈》和《如愿》 谭威维组则是《给给》和《眉飞色舞》 王心灵组也会表演《有点意思》 以及《下一站天后》两个舞台 但从名单上看 王心灵并没有出现在《下一站天后》的舞台里 但不少粉丝仍相当的期待 毕竟《下一站天后》这首歌是吞死的演唱热门曲目 这次再次引发回忆杀 相信还会掀起全场大合唱 而开场秀则是节目中的大姐大 娜英和宁静和淘泰回归的姐姐 许如云 吴莫愁 黄晓磊 黄毅 毛俊杰 刘恋一起表演 其中网友感到最一难评的刘恋 再度登上浪杰的舞台 携手各位姐姐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演出 不仅如此 吴莫愁 黄晓磊 二姐张心意 刘恋 也会带来绿光表演 至于徐梦桃则会成为主持人 而原本的谢娜将会是节目的发布人 但不少眼尖的网友都发现 这次并没有全员回归 早前不断引起争议的赵英子胡信尔 也没有出现在名单里 而高开低走的阿雅也不见踪影 让网友感到疑惑 难不成是这三位姐姐得罪了节目组 开播至今 浪姐三如今也只剩下了最后的成团业 在成团业的预告片中 节目组官宣本季将新增一个成团位 而且师姐推荐名单更是重要依据 换言之将有17位姐姐竞争10个成团席位 王心灵组已经获得了一个成团席位 而谭维维组获得了两个成团席位 按照个人喜爱度来看 人气王王心灵 谭维维和薛凯奇 已经提前锁定了出道位 而Twins 阿娇 阿萨也基本出道没问题 至于王心灵组的吴锦岩 张天爱和唐诗义 不出意外的话 还会有一名姐姐获得席位 原本不少网友都看好是吴锦岩和张天爱 但是最近唐诗义的势头正猛 加上在武功表演 因机智救场圈了一波粉丝 相信最终成团席位应该是唐诗义拿下 至于郑秀岩组 郑秀岩和余文文 也是提前拿下出道席位 至于凹凸组剩下的三位姐姐 朱洁静 张力和王子玄 可能还会有一位姐姐能够出道 这次在收官阶段 临时宣布增加第十个成团席位 也让观众感到意外 毕竟和前两季相比 这次的成团人数是最多的 有网友就猜测 很可能是节目组单纯为了给成团业制造悬念 因为个人喜爱度榜单从三宫开始 基本就没怎么变 人气分层非常的明显 前三位基本都是王心灵 谭维维和郑秀岩 C位也是他们三人抢夺 或许正是因为成团名单过于好猜了 所以节目组武功后 并没有公布个人喜爱度名单 为的就是在成团业增添爆点 此外 从一公开始 王心灵 谭维维和郑秀岩 一直都在神仙打架 原本有传节目组主义的C位人选是谭维维 但是万万没想到 王心灵这匹黑马突然杀出 让节目组措手不及 至于郑秀岩 虽然实力和人气都在 但是因为国籍问题 C位基本无望 于是现在就形成 王心灵和谭维维之间的PK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节目组不希望因为C位的归属而被质疑 就只能达成双C位来平息各家粉丝的心 而成团位是十个的话 正好需要双C位 第十个成团位来得太突然 也让网友不禁怀疑 与其说是师姐推荐 不如说是节目组推荐 也就是为了保人进团 如果第十个成团位无关人气的话 那么大概率就是王子玄和朱节静了 大家觉得呢 就会双C位 对 这种成团位 对 这种成团位